高通胀似乎真的要成为常态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今年早些时候美股大跌 债券遭受数十年最严重的损失 消费者价格指数飙升 但美国金融市场仍旧存在着逼分岗 石油等大宗商品不断上涨 甚至连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租金 也支撑起了美国房地产视野 但如今这些逼分岗似乎正在消失 上周二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8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较上年同期上涨6.3% 为3月份以来首次加速 这些数据粉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 非暴力加息的幻想 并且滚固了美联储将在9月21 也就是本周四连续第三次加息 75个基点的观点 在通胀报告公布之后 标普500指数仅在周二一天就暴跌于4% 上周收盘时下跌近5% 蓬勃大宗商品指数自周二以来下跌了3% 美债收益率攀升 推动美国政府债券 今年损失超过11% 美元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利率不断上升 推动了美元的走高 编习法尼亚大学和香港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根据1963年至2019年的数据 当核心通胀超预期上升时 股票 债券 大宗商品和房地产投资信托 都将面临着严重的损失 这种激进的紧缩措施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急剧放缓的风险 并且打击了企业利润 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 也正在推动大宗商品基金的撤资 9月份 大宗商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连续第5个月遭遇撤资 自5月份以来已撤资近170亿美元 由于通胀核心非常强劲 这意味着加息将会如期实施 所以投资者在本周需要注意 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9月21日周三下午14点 也就是澳洲时间周四凌晨4点 公布利率决议 政策声明及经济预期 随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召开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 受英女王去世的影响 英国央行推迟了原定于上周发布的利率决议 推迟至澳洲时间周四晚21点 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和会议纪要 澳洲澳联储也将在本周二公布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则